结合在针究领域认识上的一些争论 或者是几大误区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来谈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个呢 我们谈真感 得气和疗效的概念 就他们到底是什么 古人怎么认识的 我们现在是怎样理解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真感得气和疗效的关系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都是正对应的关系 还是有其他的不同 那具体呢 会分真感与得气的区别 以及得气和疗效的关系 那么第三方面呢 咱们再探讨一下 影响疗效的因素 到底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到 针刺针究的疗效 那么把握了这些问题 我想在下一步 我们再学具体方法 就会有一个指导思想 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么对临床的效果的把握 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下面呢 我们就来谈啊 真感得气和疗效这个概念 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个 先来谈真感 什么是真感 真感就是针刺感应 是指针刺 是刺入人体后 病人产生的一种感觉 比如 酸 麻 脏 重 痛 热 冷 痒 或者是有触电感 异形感 像蚂蚁在爬 说水波感等等 其中这些感觉呢 有的时候会沿着一定的方向传导 那么这种不同的感觉 我们称作真感 所以我们说真感 主要是从病人角度来谈 就是病人患者 他真刺以后的一种感觉和感受 那么得气又是怎样呢 得气是指真刺入人体以后 病人产生的一种主观 病人产生的感觉以后 医生主观的一种感觉的判断 它是病人产生的一种精气的反应 这种反应之后 医生通过手感 通过主观来感知的这种不同 是对病人感觉的一种判断 这个呢 我们叫得气 那么得气这两个字呢 最早就建于 《书问离合真邪论》 里面这样说 静而久留 无令邪步 息而转真 以得气为故 所以这是对得气 这两个字的最早记载 可以建在 建 书问里面 那么中观历史的文献 因为这里呢 不要 就不再细说了 难经怎么说的 还有其他 一些一家的认识 但总归呢 从先秦到现在的文献里 早期呢 得气呢 是以医生的感觉为主 认为医生手下的感觉 认为患者得气 那么呢 后来逐渐的呢 演变成是 医生的感觉和病人的感觉 相结合 认为是得气 那么这个 在漫长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 演变的一个时间关系 综合起来呢 那得气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得气 包括两个方面的层次 一个呢 就是病人的感觉 病人 针刺以后会出现相应的 针感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那些不同的感觉 或者呢 这个针刺以后 病人没有任何感觉 这也是一种反应 不是针刺以后 每个人都有出现 琢磨脏痛等不同的感觉 这是一种情况 在病人方面 有这么两种情况 其实 那么在医生方面呢 主要是指下的感觉 那指下会感觉到 沉 紧 舌 字 以及呢 一些现象 如扎跳 像这个路标老师 他扎针呢 就追求扎跳 认为扎跳呢 是得气的一个指标 那还有呢 就是针刺 你扎着针以后呢 发现针呢 他自己呢 有不自主的颤动和摇动 我们叫气满自摇 张静老师 他经常针刺的时候 会出现气满自摇的 这个得气情况 那么医生的感觉 另外一种形象的描述呢 就是如鱼咬钩的感觉 如果你钓过鱼的话 这个鱼在咬钩的时候 你提拉的时候 这种感觉 认为呢 是得气 也是传统的一种 医生的感觉 也是现在呢 比较推崇 这种感觉呢 认为呢 是得气了 即使患者的感觉 我们不考虑 也可以认为 它是得气 就是还有呢 就是局部的皮肤 出现了冷和热 一些变化 这些出现冷和热的变化 也是一种得气的表现 比如说 大家都比较熟知的 烧山火和透天凉的方法 他真的做了之后呢 就会在皮肤上 出现温度的改变 有人做过实验 在这个皮 用皮温剂来测试 如果做烧山火呢 那局部皮肤呢 会有热的效应 做透天凉呢 就会有冷的效应 那都不是百分之百成功 但是这种效应呢 确实存在 那么烧山火 透天凉呢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句 深口溜 老师这样教 也比较好记 说 烧山火 能出寒 三进一退 热庸庸 透天凉 能出热 一进三退 冷冰冰 所以这样 顺口溜呢 就把这个 把烧山火和透天凉的 手法的要点 基本上就 就抓住了 那么按照这种手法操作呢 通常就可以获得 冷或者热的效应 在局部皮肤温度的改变 但这里面还有一些具体的技巧 关于烧山火透天凉的手法 我们不在这里头想说 因为很多一家呢 对他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做法 我只是说这种现象 它是属于真感产生的一个 得气的一个标志 profit 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